10月1日上午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大會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中國以盛大的閱兵儀式和群眾遊行 歡慶這一盛大節日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 發表重要講話並檢閱授閱部隊 時時整 慶祝大會開始 七十翔禮炮 響徹雲霄 國旗護衛隊官兵 護衛著五星紅旗 邁著鏗鏘有力的步伐 從人民英雄紀念碑行進至廣場北側的升旗區 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軍樂團 奏響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 全場齊聲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鮮艷奪目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在天安門廣場上空迎風飄揚 隨後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閱兵儀式開始 習近平乘坐紅旗檢閱車 經過金水橋 駛上長安街 依次檢閱15個徒步方隊 32個裝備方隊 空中護旗梯隊 拉開了閱兵分裂式的序幕 三架直升機分別懸掛中國共產黨黨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 同其他直升機組成編隊飛過天安門上空 依仗方隊高情黨旗 國旗 軍旗 沿著東長安街擴步走來 其他徒步方隊也依次通過天安門 接受祖國和人民檢閱 裝備分隊分為陸上作戰 海上作戰 防空反導 信息作戰 無人作戰 後裝保障 戰略打擊7個模塊 按照聯合作戰編程隆隆時來 接受檢閱 熱烈的掌聲此機彼伏 11個空中梯隊從遠方呼嘯而來 依次低空飛過 教練機梯隊滑出7條彩帶 向共和國獻上生日祝福 以同心共駐中國夢為主題的群眾遊行 分建國創業 改革開放 偉大復興三個篇章 展現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黨 全國各族人民 從站起來 富起來 到搶起來的偉大征程 抒發對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由衷讚美和真情熱愛 群眾遊行最後一個方陣 祖國萬歲走向天安門 歡快的歌曲 動人的舞姿 燦爛的笑容 向祖國母親獻上最熱情的禮讚和最美好的祝願 隨著七萬語和平歌展翅高飛 七萬支氣球騰空而起 歌唱祖國的激昂樂曲 歌聲在整個廣場回蕩 遊行群眾朝著天安門城樓方向歡呼致敬 習近平等向各界群眾揮手致意 城樓上下連通真情交會的新橋 廣場內外成為歡歌笑語的海洋 共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華誕 共同祝願中國和世界的明天更加美好 慶祝大會於12時40分圓滿結束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大明星 案子 大明星 仿佛 大明星 壓力海綱 幾曲 大明星